一个人要有成功呢 他需要具备非常多的元素 那其中呢 也包括了一个人要有热情 要有能力 甚至呢 他要有非常棒的想法 那今天这个嘉宾呢 他除了拥有这三点之外 他还有一个非常棒的 就是他拥有很好的爱心 他的爱心呢 让他在这个事业里面 也就是中医的这个行业里面呢 开始帮助很多很多人 也因为顾客给他的这个回馈 让他能够下定决心 在这行呢 继续的持续坚持十一年之久 那今天呢 余医师就来我们分享 他如何踏入中医的这个行业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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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始很好奇哦 因为呢我看到医师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为何当初的您会走入中医的这个行业 因为我爸是跌打医师 那么在 我记得在小时候 我就有一天我肚子非常痛 那我爸爸 我爸就用徒手 就暗暗捏捏 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很神奇 那时候我就这样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我就决定以后我要当一个中医师 是 当时候爸爸为你治疗的过程中 爸爸的温度就也传递给你 你也感受到爸爸给你的那个爱 所以爸爸对你的影响 在整个从事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程中 他给了你怎样的一个影响 怎样的一个想法 我爸从小就告诉我嘛 做人要脚踏实地 那么你 善良不正善良外 你是一个长子 那么你必须要承担 家里的一些东西 那么 我在我小时候 我就被他正常灌输的 所以家里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差不多六个兄弟姐妹 这么多 你是最大的长子 我的长子 是排老四 那从小到大 爸爸是以一个怎样的方式 来照顾你们六个呢 我爸从以前 在我最小的时候 在我小时候 我爸是开罗里的 那么他一个养七个 非常的辛苦 那我就 在我小时候 我觉得我爸就是一个英雄 那么我很崇拜他 所以他 他讲的我都 我都会照做 所以当初当你决定要 踏入中医的这个行业的时候 爸爸给你的态度是如何 我爸爸很支持我 他说 只要你想做你就做 但是他又一方面很担心我 他说如果你做不到 那你就别太逞强 这是父母的心 对 所以爸爸就希望你能够做得好 但是也担心你可能在这个路程上会受苦 但是当时候爸爸是已经有开店面了吗 爸爸也是一位师傅吗 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老家 他就普通的跌打医师嘛 那时候就是 亲戚朋友来找他 给个红包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爸爸的那个年代也是无视之通的那一种对吧 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就是靠他们的经验摸索出来成为他们的专业 所以小时候你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哦 有帮手吗 那个时候 有 那时候我就是帮忙拿一些东西啊 帮忙教一些病人这样子 那时候你是几岁开始帮爸爸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吧 中学 对 就是放学回来就回来帮忙 可以长子吧 所以其实在你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工了 可是那是帮爸爸打工 对 可以这样说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累积了很多关于这个跌打的知识咯 对 但是跌打和中医很不一样 不一样 跌打其实是中医的一部分来的 鼓伤 其实跌打鼓伤是有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从小我就有这方面的知识 嗯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去学习以及踏入这个行业呢 在我中学毕业过后 我有做了两年的药店 中药店 那么 那么我在 我觉得中药店 还没有 我想学药嘛 还没有达到我要的那个 那些知识 那么我就 我就决定要读中医咯 嗯 你是说没达到你的知识是因为 是因为学药嘛 学药也可以救人 但是学药要你开药店 你并不能够开药给人的吃嘛 对 所以我我决定当中医师 所以那时候你就发现到可能在这一行业里面有很多的不足 对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就符合一些专业的一些标准 对 所以那时候你选择要去想要成为专业的医师是因为你想要在这行有所突破 或者是有所就是让大家可以得到很专业的这个照顾嘛 对 在这方面你学到一些专业了 那接下来你可以搬到人家多人 嗯 很好的想法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去就读中医这个课程 我是从20岁开始读的 而我毕业回来是26岁 26岁就算是正式就知道了嘛 又开始搬人家 你是在中国 在中国 像中医大学 讲一讲你在求学过程中有遇到一些辛酸史吗 有啊 就是去到别人的国家嘛 那我感觉我是像外星人 为什么 因为在路上走走来走去 就一开始没有太多朋友 那我要学什么跟什么师傅 都是自己搭巴士 然后在可能去到更远的地方 然后去跟一些医师学习 有没有人说就是 当时候的你这么年轻 可是那时候学中医的朋友 学生们都是一样的同龄的朋友嘛 对 这样还好 因为大家都是同龄 不会说差距太远对不对 可是你回来后呢 回来后 因为你那时读完后 是应该才20几岁 20几岁当中医师 大家对你的眼光如何 那时候挑战比较大 就刚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 进来的时候 你那么年轻 是 可以嘛 当时候我们就 因为病院不足嘛 那我们就是 就会沉默 通常沉默 然后跟他解释 用跟他多时间 跟他解释他的病情 嗯 还记得第一个 那个病患是怎样的吗 嗯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没有知名度嘛 然后觉得 第一你可以嘛 第二就是觉得 做了过后 疗效会有吗 可能我钱给了 但是打不到我要疗效呢 当时候我是这样打的 我说 我治不好你 我给不用给钱 哇 就是我 我治好你 你才来付我的费用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这样 是行事 所以当下的时候 你帮他整治过后呢 他有付你费用吗 有 很满意还给我钱 还非常满意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有了满足感 我觉得 我可以继续 嗯 太好了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推动力了 因为有客户的这个认可 病患的认可嘛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时期已经开设店面了吗 还没 还是 都还没 其实一开始 我们是像是住家室的 还是一样是住家室 对 在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策划去开一家店面呢 没有 其实现在也是住家室 因为店面对于中医来讲 有一个弱点就是说 他车位停车位 因为很多病人他们做轮椅的 那下雨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们是用住家室 但是你住家是把它改成住家的一个店铺 好像政府医院这样 是是是 但是呢 因为之前爸爸也是从事跌打的这个行业 那你就好像在爸爸的这个行业里面耳濡目染 然后你也成为了中医师 那再来到今天 从你刚刚所说的第一个病患 就是大家对你有所怀疑 然后你就慢慢累积直到今天 那今天的这个方法已经稳定了吗 然后你的顾客群 都稳定了 因为我现在我的顾客群是90%是靠介绍走进来 哇很好 我现在是可以很自豪说 也是那一句就是 如果治不好你不需要给钱 今天还有这样吗 因为到现在为止 其实还是有人觉得我太年轻 虽然我从事八年了 从事中医已经八年了 还是有人觉得我很年轻 我觉得本来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这我的手是来帮助别人的 即使是一些病患 他们真的是非常没有 比较穷 那么我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如果在企业上来说 这个是感觉上比较吃亏 这样子说吧 我觉得如果你问我要在一个病人身上赚一千块 或者在十个病人赚一百块的话 我选择是在十个病人赚一百块 在企业上感觉上是吃亏的 但是我没有吃亏 我也是一样赚一千块 但是我多救救的人 我觉得你的想法非常好 其实在怎么说 虽然当然企业是以赚钱为目标目的 但是人还是那个企业的核心 服务那个顾客才是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尤其是身为医师 那你的心态非常的好 因为我没有把我的职业当作是一个职业 因为企业师很多人觉得是一个行业 可是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行业 就打个比方 我出去跟朋友喝茶 一定有些朋友跟我说 明宏啊我的手有什么问题啊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基本上对我来说我是很乐意的 因为我没有上下班 对我来说没有上下班 我可以给予一些更加多的价值 就是无论是上班还是已经下班 后有人需要你的协助的时候呢 你还是会帮助他们 对 那现在你和以前比较起来 因为刚开始就是学生嘛 然后再出来第一次接触这个病患 直到今天有了这么稳定的这个客户群 那对你来说你有什么地方 有哪个客户让你觉得是最满意 还是最开心的成就吗 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路程里面 有什么最满意的这个收获 可以分享吗 嗯就最近有一个病人 他就去泰国工作 那么他的瑶珠突然觉得很痛 那他就回来一下子 他就去了医院 他就准备做微串手术 那么对于我来说 他的病情因为他是我之前做过的病人 做治好了 然后他就复发了 那我觉得他不需要这样急于做这个微串手术的 我说你要做手术的话 其实在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你试看明天你直接过来 我这边 我试看用我的天然治疗法把你治好 试试看 然后结果他疗效得很好 他现在也好了 也不用不需要进口手术的 哈哈哈哈 这样很棒 所以打从内心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 这种满足感是用钱买回到了 是 是 是 因为你真的帮助人 对 就是生命是很无价的 所以当我们就是能够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时候呢 我们内心也会充满着非常快乐 是 在整个路程中有遇到一些挫折吗 挫折 最大的挫折吗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 因为我们帮助的是比较年长的一些病人 那么年长病人有两种 一种是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病情是什么 只要你保治好就可以了 另一种是他们就想要理解 可是他理解不了 然后你跟他解释你就比较费劲一点 嗯 然后可能有造成一些误会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蛮挫折的 那你应该要有想办法要去解决吗 有一些策略吗 对啊 就是我就要花更多时间给他解释啊 嗯 因为老人家 对对 因为他们不能理解 他们要花更多时间来解决 我觉得能够沟通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 是是是是 嗯 那客户群多数的年龄层是在几岁到几岁 其实在我的治疗中心是三岁到八十岁的 三岁到八十岁都有 都有都有 是 那在我们刚刚有说到年长的客户群嘛 嗯 因为年长后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 对 来跟他们做沟通 对 那年长一代可能对有些他们不大会认知啊 或者是什么 你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喔 你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来说服他们 对 我的那个表达方式很多种 年长的时候 年长的病人呢 我通常会用一些他们听得明白的语言 就是 简单一些 比如说我用汽车啊 来表达 或者我会问 我会问他们是在家庭祝福的话 我就会跟他说 哎 车一击啊 车一击 很有趣喔 所以其实呢 我在和你聊的过程中 相信大家和我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觉得说 这个这位中医师真的是和一般的中医师很不一样 那当然我也觉得你开始所做的就是 也和同行也不大一样 就好不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差异化 就是你如何在同行里面可以脱颖而出 我觉得我是比较在意病人的病因 就是发病的原因 因为很多医师他们可能看完病了 然后开了药就就让病人出去了 我不会我一般上都会问 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你的生活习惯怎么样 你的饮食习惯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彻底把他的问题解决了 这样比较多一些用心喔 对不对 我非常了解 也认同你刚刚所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医生 什么病 这个病那个病好 开单就结束了 对这样对我来说 比较急切化 我比较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更加用更加多时间去关心病 是跟病人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更了解他们其他的这些情况 然后能够对症下药 而且呢你这样子和病人的关系 也会非常的密切 对 是 当然我也想了解 因为刚刚你有说到说 就是去年之前 这八年来 都是你的九十八线的客户群 都是靠口碑 就是人口相传 那为何今年开始会有一点 开始转变 你想要如何去突破自己呢 因为我是觉得 最近都蛮多病人告诉我 他说他是买烟啊 抱怨啊 他说为什么你懂得这个东西 没有登报者 为什么你没有 为什么你没有自我介绍 为什么你没有做很多宣传 让人家知道你有做这块东西 然后导致我们可能有一些病人 在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已经手术了 那时候我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了 所以你在想说是 想要开始把自己的 个人的品牌定位建立起来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对不对 对 所以那时候也做了一些 怎么样的一些动作呢 然后我就 我就上了一些课 然后我就 我就在想 把我个人品牌就是 让人家知道我们综艺骨伤 是很多时候是不用手术的 来到我们治疗中心 是可以解决什么问题的 比如说 锯肩盘突出 那软骨移味 大家都会去医院 可能就做一些手术 在我们那边 其实做针灸 推拿跟针骨 其实是可以痊愈的 非常好 那待会呢 我们就会向余医师了解更多 关于这个中医骨伤这一块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后呢 我们再来了解更多的详情 我们广告后再见 secret recipe ipo coffee is made out of beans that are carefully selected and roasted to perfection that you can enjoy at any time anywhere every day packed inside an air-tied bag to seal and enhance its fragrant aroma for a rich delicious cup of coffee all within one single pour secret recipe ipo coffee the taste of ipo wherever you go 不见不了 就是可能某一个部位疼痛 就一定要开刀 是否一定可以避免这一块呢 其实很多时候 骨散是不用开刀的 比如说骨裂骨折 其实也不一定要开刀的 在看什么部位 但是很多患者 他们不懂 可能他们就因为一些小的问题 他们就动了手术 结果有了一些后遗症 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 嗯 当然 就很多人不明白啊 就是可能说 我对医学的知识 我不是很懂 但是如果某一个医生 建议我要开刀 我只能够选择相信 但是如果说您说有 可以透过中医这一块 就可以自然疗法 就自然的方式来痊愈的话 我就觉得很好 是要怎样的方式呢 比如说有什么案例可以分享 比如说其中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年长的70岁 年长的一个安提吧 他的药伤都导致他的腿 然后他就动了手术 然后他来了我这里 基本上我们就做东西就很有限的 问题没有解决 在另外一个也是差不多一样年龄的 他手术之前他就来到我那边了 那么我就把他做了推拿针灸 然后把他做了针骨 基本上他都痊愈了 他也没有 我也不需要手术 因为在这个之前 是医生有告诉他 你必须要做手术 要不然你可能以后比较难走 需要用多久的时间 需要就是重复几次的治疗才会自然痊愈 就连续做几次 那疗效是很明显的 很好这样子 那在这个中益这个行业里面 我就非常好奇 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和同行之间 你的优秀点在哪里 我的优势吗 优势就是 我觉得我本身 我比较好动的一群勤劳吧 其实我是一个蛮勤劳的 很多比如说我们这种年龄层的 就像我一些朋友 我专注于古山的时候 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古山很辛苦的 为什么你要选择古山 然后我的答案是因为我好动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不怕辛苦 因为本来我从小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觉得古山这一块 其实很少年轻人要去接触的 所以你就是那个特别的例子 因为在年轻人一辈中 你就选择古山这一块 那在这个行业里面 都已经有八年的经历 但也不止 因为你之前小时候 就有协助爸爸 还是在这一块领域里面 就接触了 那到今年一开始我也恭喜你 听说你就荣获了这个百大 最具影响力年轻企业家 这样在下个月就会领奖了 对不对 对 那是当初会 怎样的情况下被提名 然后是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蛮兴奋的 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第一个企业家 因为在这个之前 其实我们做专业的 就会容易封闭自己 然后就很专注做一支事业 对着病人 那我觉得我应该做什么 我站出来 让更加年轻的一派中医师知道 其实我们做的还可以更加多的 我们还可以搬到更加多的病人 是 唯有自己将责任扛起 然后当得奖后 我们才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说 我们在做这一行的都可以发挥那个影响力 对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产生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像以前比较传统的方式 因为传统方式的话是比较容易一对一 一对一的话呢 你一双手就可以救一个人 在一个时间 那么如果我都加入过团队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双手的话 那我就同时可以救了十个人 这个是我以后很想走的一条路线 就是以后就会开始建立您的团队 我想 在多一点社区 或者在多一点花园 新春 设立多一点那些治疗中心 方便于一些老人家 你知道一些老人家很多都没有医药卡的 那么手术费他们给不起 然后他们年长的话 就算是他们给得起手术费的话 医生也不会建议开到的 那么来我治疗中心呢 是有 是比较需要到我们 在这块 是 可以感受到余医师真的是非常有大碍 谢谢 因为就是医者人心 对 那当然接下来刚刚你有说嘛 你希望说将来会建立一个团队 更希望可以在很多的地方 有你的这个中心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现在已经开始在筹备团队这一块了吗 对 现在已经开始在筹备这块 现在寻找理念一样的中医师 现在已经找到了吗 目前还在有几个还没有答应 我已经问了 我觉得说你的可能想法就是你一定要有理念一致的 不同想法就不容易在一起 也要一样的文化的一些 那接下来就是下个阶段的部署 在你个人的品牌打造这里 你会采取怎样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说因为个人品牌很重要 因为包括说我们今天要改变这个时代的这个行业的话 一定要跟同行做的比较不一样 所以你已经开始有在网络上面开始建立你自己的品牌了吗 对 我现在开始我在网络上已经建立自己的品牌 让更加多的人知道 其实中医这块可以做的是很多的 因为在马来西亚嘛 马来西亚就没有太多的中医医院 那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开设更加多的治疗中心 帮助更加多的病人而已 好 那当然很多年轻人 也许他也像你一样想要踏入中医的这个行业 但是中医这个行业不容易 因为他必须要吃得起苦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的太多的知识要来消化来吸收 有什么建议给这些想要学习中医的这些朋友呢 我觉得一开始他们出来的时候要的是经验 那么他们没有平台 那么他们没有平台他们没有知名度 可能他们会上门做一些帮助一些病人 那么上门帮助一些病人就比较废实 就可能你一天可能就做几个 你就帮到那几个病人而已 那么我觉得如果给一个平台他们 他们可能给一天里面可以帮助一个二三十个病人 那么对于一个中医师来说是一种保障 对病人来说也是一种受益 是 那当然好像我相信医生本身就和医师医生 或者是专业人士都一样 就是靠自己的双手来工作 时间方面都是非常的紧迫的 那目前医生就医生你本身有家庭 然后又有事业嘛 你如何在两边就是维持到非常的妥当 因为你相信你一整天都在工作的忙碌里面 那你怎样去分配你的时间 我本身是把我的孩子我太太都是在同个工作环境 对是在同个工作环境的 那么对我来说我就比较放心的 我就比较放心的在服务我的病人 是 我太太都协助你吗 对我太太协助我 真的好幸福 谢谢 所以你就完全无后不自由 对啊 就这样子我才比较更专注 因为我们做专业的最怕是不专注 不专注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一个医师你的专注力不够 你的路不会走太远 你必须要专注 对 因为你在当下你要把病人治好 对 是 那当然最重要太太给你的支持也是非常地棒 非常全力地支持你 对 我太太给人家支持我 比如说我商业企业 企业课程他都蛮支持我的 嗯 我工作他都蛮支持我的 嗯 孩子他把我照顾得很好 我蛮感谢他的 是 所以呢就是 事业跟家庭都非常的棒 那当然在医师呢 好像 因为 当然你都了解说 接下来你要帮助很多的人 嗯 那有没有什么想要 自己想要去实现的一些梦想 嗯 我的梦想其实 还真的是想要开更加多的那个治疗中心 这个是我的梦想 是的 对 我觉得嘛 嗯 既然我 我刚出生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现在有一双可以救人的手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栽培更加多的一些年轻医师 嗯 用医院的理念 开更加多的那个治疗中心 帮助更加多的病人 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有考虑过做一些CSR吗 就是回馈社会的计划 有 就是可能说因为有些贫穷的孩子啊 嗯 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治疗 对 接下来如果我团队 我组织了一些团队的话 我会做一些医诊 我会去一些国院啊 我会去一些老人院 或者按老院啊 做一些医诊这样子 非常的好 好 那当然 我们从你的分享里面呢 我就了解到其实真的 每一个医生 每一位医师都是带着爱心 来帮助客人 帮助病患 那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为导向 但是呢 当然我们来到的一个阶段 这两者之间还是要共存的 毕竟说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事业搞好 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做也非常的成功 那接下来其实 在我看来说 你的整个人生里面都还蛮专注 专注在当下 从小到现在都是专注在中医的领域里面 曾经有想过想要放弃的念头吗 没有想过放弃的念头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吧 我一踏入中医 我觉得 我觉得就没有退休这回事情了 基本上我就拿我爸来说 我爸今年65岁了 那么就算他没有工作 他在家都会有亲戚朋友来找他 做一些治疗这样 那我觉得我中医真的不是一个行业 那我当然在你身上 我先看到的是专注和坚持 除了这两句话之外 你觉得你自己的个人特质是什么 或者是你的信念是什么 我的信念是 我常说用生命 照亮生命是我终生的使命 那么我觉得我这一生 如果可以一直都可以帮助 更加需要我帮助的病人的话 那么我中生应该是 我中生应该是无悔的 其实我 我个人我比较觉得 因为从小嘛 可能是从小贫穷的关系 所以我并不觉得 我自己现在得了什么 而且我想给 现在想创业的一些人的建议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你别想着要赚多少钱 所谓的成功 不是因为你当下赚了多少钱 是你帮助过多少人 在你帮助很多人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容易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我非常认同 所以在不断帮助人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收获 对 金钱自然而来的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盲目在追起的话 反而内心会很大 贵女一失去自我 嗯 你就没有了自己的一个 呃 冲心 就是你一开始的那个 那个理念已经会消 慢慢会消失了 在你一生中 父亲就是你最大的这个偶像 你的榜样 他是我的英雄 英雄 嗯 那除了这些第一位英雄之外 还有哪一位贵人在你身边中 把你这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我觉得我身边都蛮多贵人的吧 就比如说我太太也是我贵人 因为如果你 当你要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都有人告诉你 这个不行的啦 他就扯着你后腿啦 或者是他会泼你冷水啦 基本上你就会 会不知不觉地被催眠了 然后你做起那些事情 也不会太成功的 那我太太都很支持我 所以我我蛮感恩的 好 那太太是属于比较 和你是同样性格吗 还是互补性格 互补性格 互补性格吧 互补性格 互补性格 太太是比较外向的吗 我太太是比较容易接触到人的 我是比较慢热的 那以你 就以慢热型的客人特质来说 那你是需要有步骤的咯 不能够马上就有新的尝试了 对不对 要一步骤一步骤去做 是 通常这类型的人我们称之为 非常棒的好男人 你知道为何 就是他不容易 不容易太多创意的东西 或者是不容易改变的 不会突然间改变的 就是可以每天就是稳定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都很规律 那生活都很规律 那我一些朋友都告诉我 他说你的生活就好像一个老人家 为什么 因为你早上工作 你的时间给了你病人 回到家 你的时间就给你老婆你的孩子 那你的时间呢 我又想想 对哦 我好像自己也没有了一些时间 然后星期一我休息的 休息星期一 我也是要忙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嗯 接下来往后日子 我想给多一点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会啦 因为呢 刚开始我们的人生就是 讲要先在一个稳定的圈子里面 那家庭啊 事业都是稳定的一块啊 对 可是我也认同啊 你要给自己多一些时间 不过呢 现在的你应该 时间都交给了你的孩子 太太跟病人 那对你来说 虽然时间没有很多 但是你还是很开心的 对不对 其实蛮感恩跟蛮满足感的 给自己一句话 作为今天的结束吧 在从小一直到今天呢 你都十几二十年来 嗯 就默默的一直在综艺里面付出 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嗯 感谢我自己一路以来的努力 嗯 因为有的努力 我才可以 呃 帮助到更加多的人 我很感恩自己 没有太大的野心 对 因为我都 我是一个太很专注的人 那么 我觉得就是有专注吧 呃 所以我才可以走到现在 是 嗯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也非常谢谢 在世界上这么专注 然后呢 真的是为病人 付出了这么多 有爱心的这个余医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你的分享呢 也让我们感同深受 因为帮助人始终 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也希望这个社会呢 有更多的人 可以被更多的人帮助 好 那今天我们再一次呢 谢谢余医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再一次呢 当然我们也有更加多 非常丰富的内容要呈现给大家 让我们继续呢 留守我们的上海名人房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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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